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清楚开发案的核发来由是否确有涉及不法 而公里处厂曾常委强调 不管是哪一朝执政绿武庄园的开发案 公务员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所以行政院观光局核定他的整个新麦事业计划 那是90万年?90万年?90万年的建户是明镜与建户? 90万年?是哦 90万年同年宜兰县政府完成非都市计划的土地变更 由原本的农业用地变更为游戏用地 96年土地完成变更 96年是绿化县长 朱雅维变更都是在前朝 包括民进党政府 包括前县长 那这个东西就我来看法 公务员依法行事 公务员依法行事 另外县议员张明华质疑 绿武庄园内的农业用地是否依规定农用 另外园区内公有的水利以及排水沟等等 被园区给包围 公务部门如何做围管 而对此公里处回应 4月初曾前往勘查 并且针对未依地幕规定来使用 将进行裁罚 要求提改善计划 去看过 那也针对之前这个开发案 它里面原材的开发计划的内容 跟它的配置去做一个解释 那初过解释看起来 它有一些国防案一定有问题 有一些维会状况 那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牵绊到地震到位置去做一些裁判的动作 那另外也有给它一个期限去提一个改善计划 来做出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在4月11号 去做一个项目 那再跟地元报告 譬如说 有关心到几个水利用地的 那一个是在发明内的问题 那从那一天4月11号去现场看查 结果 我们的工作水利 单位这边会在针对这一间会长 会在日期上的一个问题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道 今年绿色博览会 已是到东山河生态绿洲举办 议员今天在议会咨询公寓处 说外界对于今年绿色博览会的举办 大多给予复评 而有议员认为生态绿洲主要的规划是生态教育 限制低密度的游客入园 不适合举办绿博等大型活动 先远程浦山在现议会公旅处单位咨询时 对绿色博览会今年首度 已是到东山河生态绿洲举办 认为外界的评价不好 不如往年在吴老坑风景区举办 而有议员则认为 生态绿洲定位为生态教育环境场域 规划为低密度的游客观光 周边停车也有限 不适合举办绿博大量游客入园的大型活动 你不可以包一个公司 包一个公司 四千万包我们去 我吃客人去买 我都不可以在买的时候 才说 不可以在买的时候 才说 你叫周初三来来来 你钱又来 所以这是一个经验 你解释一下 有不可买 没有不可买 要先放两百 我做不到老四例 不才可以 要不要做 所以我觉得 他在园区区 一直是个部份 决策场部份 都已经被国病了 决策出来 到底園區都不是在幾個月的時候 就是怕這種政策經濟發佈室 所以它的對外的那種開放不足 不是那麼強大 不是那麼強大 那現在我們把它辦大型活動 往後我相信我相信政府 也有可能再把大型活動辦到那邊 那是不是適當 或是你們在辦大型活動的時候 裡面針對類似的這種過程裡面 這一路下已經有一段時間 你們是不是有 那對此公里處長陳常惟表示 綠博主辦單位為農業處 以及南洋農業發展基金會 不過現政府團隊是一體的 對議員的意見會納入檢討 那在付費區裡面就是這一次農業發展基金會 跟農業處在設計的時候 進入山泰玉洲是有能量的改善 所以裡面是有部分的節目表演 然後有部分的參觀的行程的安排 所以在農業處的規劃構想裡面 它是以東山的四階 東山泰玉洲的站橋下廣場 在整個籌備發想 討論還有執行的過程裡面 需要以人減消 把所有東西做出最好的品質 呈現最完美的這樣子的面貌 這個東西我們會聽進去 我們會認真照著這個方向 繼續努力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另外圓山銅萬公園 近期內將要開始動工 針對銅萬公園定位成銅萬文創基地 圓山在地的議員們是有意見 要求應該要利用在地優質的水源 規劃清水遊戲設施 才可以吸引遊客前來 要求宜蘭縣政府要重新思考 在今天的議會單位質詢當中 圓山鄉級的先議員認為 銅萬公園定位為銅萬文創基地 而最受遊客喜愛的細水區 則是保留在東山河清水公園園區 與最初爭取設立 銅萬公園的園藝不符 要求要善加利用 圓山在地的優質水源 規劃清水等細水油氣區 才能吸引遊客造訪 創造地方的觀光收益 銅萬公園的水應該是不舒服 東山河的水盡 現在我們三點七十公園 基地旁邊 古早一層時代 有一個自然水淨水場 這個淨水場向他們國化 未來旁邊有自然水盡 自然水場 水塔讓我們同安公園來修用 未來旁邊生水的人 一定跟黨三號是不一樣的 未來我們在這個家園裏面 也有在社區 未來這個東山公園 是要發展這個 東山河的概念 東山河的概念 而且還要插一個文章 就是一年四季 教育都要發展 風生水的風格 如果我看在這個家園裏面 你是對我所說 未來的東山公園 來定位做這個 發展的 這個東山河的重要據點 一貴期是怎樣 勞修成時代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 我們如果每一次辦 辦一個活檔 都開一貴 開一貴 開一貴 把那個東西做 發展的是 過去之後 用三貴會 兩貴會 我們就聽到了 結果是 我們做一個東山公園 把他研究整體 做在那裡 免費還可以 後年 我們每年都可以 免費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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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結果 發展的是 這裡有辦法辦活檔嗎 沒有辦法 我告訴你 這個 三貨花天 我做辦活 沒有辦法 那是算 自己說 電腦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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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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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嫌犯還是兩位 一個是裸露下體 另外一個是意圖要觸摸男學生的下體 而目前校方已經報警處理 也鎖定特定的犯案對象 而目前也呼籲學生不要落單上下學 一有狀況要馬上通知學校 從監視畫面來看 一名騎乘腳踏車的男子 從羅高側門進入校園後 在鏡頭外意圖偷襲男同學的下體 還好嫌犯沒有得逞 另外在校園後方這條便道 有另外一名男子既然裸露下體 造成學生恐慌 而校方得知後迅速通報警方 同時呼籲學生要做好自我防範 就是從上個禮拜開始 然後會有就是有學生陸續有發現 就是學校有一些不明的校外人士 會有一些猥褻的動作出現 那學生也在第一個時間就過來學務處通報 那平安的就是說這些學生都很積極 然後沒有受到傷害 一樣就是依照程序 我們接受到學生的通報之後 我們一定是要提性評會 要做性評會的討論 然後在我們第一時間也是做了報警的動作 所以警方也過來做擷取畫面的部分 那在校園宣導的部分 我們也利用召會的時間 在第一時間就先跟全校的師生做宣導 對校內頻頻發生騷擾事件 女學生表示會害怕 而男同學也認為很困擾 所以地方代表要求警方應該緊急來追查 兩名涉案男子 有聽過 像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會覺得感覺怎麼樣 會避開 會不會害怕 有一點點 像學校也有教你們 如果遇到的時候會怎麼處理 就離遠一點 然後趕快通報老師 蠻變態的 夠了 如果遇到你會怎麼樣 遇到就打電話給教官 會不會怕 不會啊 因為都是男生 這部分已經造成學生的恐慌 希望相關黨員可以盡力來查明 這個不明分子 他的不雅動作是動機 讓學生在學校裡面 有一個安全學習的環境 對此羅東警方表示 已經依照監視畫面鎖定涉案對象 目前正在查氣中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接著要來提醒四組 你家的寵物辦理了晶片登記 或是注射狂犬病疫苗了嗎 宜蘭市公所的防疫服務 今天第一場就要正式開始 總計有7天12個場次 如果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好好利用 為了方便民眾幫蠢貓辦理寵物登記 注射狂犬病疫苗 宜蘭市公所從5月5號到15號 規劃7天12個場次的巡迴登記 注射服務 可以把自己家中的毛小孩 帶來施工所這邊 不管是植入晶片 或者施打疫苗 這種動作我們都要落實 我們也體恤一些鄉親 可能施工所跟家中的距離比較遙遠 我們也會到定點去做這種服務 讓我們自己可以把自己家中的寵物的毛小孩 帶來做必要的防疫的一些動作 尋回服務市民可免費帶寵物登記 但未絕育需收取100元登記費 狂犬病注射收費為120元 現場並會贈送宣導品 毛小孩是我們的家人 跟我們都有很深的感情 所以我們對於家中的一分子 對他長期的一個關懷 我們希望說能夠做到盡善盡美 注射狂犬病疫苗 杜絕病原感染風險 能確保四足與寵物的健康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怎麼到 先來看到宜蘭市立幼兒園的子幼州活動 在母親節前夕展開 今天在市民活動中心 安排了健康生活動起來的 教學成果遊議會 就連宜蘭市長江聰淵 也跟著小朋友一起來跳舞 看起來是相當有趣 而幼兒園希望透過闖端的體驗 豐富這些小朋友的學習經驗 市長江聰淵拿著聖火 帶領小朋友一起進場 大跳暖身操 宣告慈幼州活動已經開始 既教學觀摩與親節講座之後 今天系列三的活動是健康生活動起來的主題教學成果遊議會 設計不同的闖關遊戲 豐富學習經驗 快樂的環境中來學習成長 是要讓我們的學童 才從小就能夠在學習的過程是充滿興趣的 我們希望他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是充滿快樂的 如果能夠小朋友在學校快樂的學習成長 回去之後跟家長快樂的分享 我們相信他這一段童年是非常有趣味的 充滿了他的回味的一個童年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很多的這個教學 可以是他們能夠有興趣的學習 像是我們今天設計的這個闖關遊戲 就是想把我們的教學融入在娛樂活動裡面 同心飛揚慈幼州最後一站 是5月6號在蘭陽別院舉行的幼兒律動表演 展現教學成果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曾報道 也是一群很幸福的小朋友 圓山大湖國小高年級學生 今天在專業教練的帶領下 前往盡頭的五十溪體驗素溪 同時還讓學生直接走到戶外 把大自然當成教室是相當有挑戰性 穿起裝備戴著安全帽 克服地形征服急流險攤 大湖國小推動山野教育 把學生帶來五十溪素溪 成功挑戰一公里路程 這是在課本上所學不到的東西 遇到困難的時候 每年的五月份 我們會帶領高年級的學生 到我們學區的五十溪 來溯溪及進行溪流的生態體驗 主要是希望說小朋友能夠在國小的求學生活裡面 留下難忘的記憶 並且希望說用我們地區的生態資源 讓小朋友能夠充分來體驗自然環境的生態 那在過程當中 也累積對鄉土的情感 往後他們畢業之後 他們可能會很懷念 國小的這段求學的生活 穿越過滾滾溪流 互相幫助抵達出街終點 用跳水展現勇氣 告訴大家我做到了 在學習路程上 創造非常難忘的經驗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怎麼報導 另外是來自菲律賓教育團體 分成三個梯次 總共有兩百多位教師、校長 來參訪宜蘭的特色學校 其中韓西國小的原住民特色 最有吸引力 尤其菲律賓也有類似的原住民文化 所以透過今天的觀摩活動 促進雙方交流 為了歡迎菲律賓的校長跟老師們 韓西國小學生帶來精采的 森巴五戰鼓 展現主人家的熱情活力 綠兒園住民傳統的編織 也是參訪團的焦點 學生們表示 能在外國人面前展現 傳統文化 感覺很有成就感 這是什麼 支付雞 支付雞 支付雞會很難 這個 不會 還好 大概要學多久 一年 半年 覺得 有機會跟不同國家的人 那個文化教練 很有成就感 然後展現我們的才藝給他們看 也還滿有成就感 對這次參訪 菲律賓教育團隊表示 肯定台灣的教育成效 尤其在保存原住民文化 非常值得他們學習 然後他們覺得說台灣的在這邊文化上的教育 包含實作怎麼讓小朋友他們去學習 包含國中 國小的這些教育的延續方面 而且很重要的是這個學校是原住民學校 然後菲律賓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學生 對所以他們覺得這樣子的文化 台灣跟菲律賓的這種文化非常相似 那不管是他說我們的這些文化的遺產 或者說這些自然景色等等的 那他們想要來這裡看說 我們怎樣利用這些文化的遺產 然後去教育到小朋友 甚至讓他們願意可以傳承下去 韓西國小表示 雖然肯定這次的教育交流 但是更希望有國外學生能參訪 相信觀摩學習的成果會更好 宜蘭新聞記者張依林採訪報導 早期韓西部落所住的房舍 都是就地取材 採用西床的石板還有山林的筆桶樹 來當作房屋 而隨著時代進步 傳統的石板屋需要越少 因此在地方的促成下 還有大同鄉公所的經費補助下 石板屋重建當成地方門面的意象 在進入韓西部落前 就能看得到這座剛完工的石板屋 雖然看似不起眼 但在早期 可是原住民運用在地材料 做成遮風當雨的家 因為跟我們的這個石材 都是我們當地羅東溪的一些石頭跟建材這樣 那我們就是拿羅東溪的這個葉片石 再加碧桶樹 然後那是早期我們韓西部落的 最早的這個傳統的居屋 根據了解 原本石板屋在去年颱風清洗下 屋頂整個被吹走 為了恢復傳統文化 加上有公所的補助 部落熱心的志工 找尋找其遺留的石板 才能重建石板屋 那我們也透過跟我們大同鄉公所 申請一些計畫的補助 讓過去我們入口一向的 能夠再次展現新風貌 過程也是好像也有請部落居民來幫忙的時候 在幫忙過程好像也是一個傳承 對 那其實我們在製作過程當中 他們大部分都是自工 他們都是自發性的 那看到部落有這樣需要 他們有進入到這個工作工程裡面 那這上面的這一個石板的材料 是過去韓西部落他們的房子的遺跡 留下來的我們去圖裡面挖 挖好之後我們再復原放在上面 所以這個石板屋是特別有它的價值 下次有機會到韓西 不妨先到這裡休息一下 除了了解園民文化 寬闊的視野也能眺望整個部落風貌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社會的消息來看 42歲的李姓男子今天早上9點多 騎乘機車 左手持著一把鐮刀沿路揮舞 讓民眾相當驚恐 而新生派出所遠景接獲報案後 立刻衝到派出所外 剛好看到這名男子 立刻攔茶把鐮刀拿下 而李姓男子表示 他是因為心情不好加上無人理會 所以才想藉此吸引他人注意 而經過偵訊後 依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含送法辦 新聞之後來關心天氣跟中央氣氧表示 明日受到微弱封面通過跟東北風的影響 北部跟東北部天氣轉良 同時轉為有短暫正雨 提醒民眾一定要特別注意 繼續來關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醒 明天宜安地區是多云時音 短暫正雨的天形泰 降雨區的預測是40% 氣溫是24-29度之間 繼續來關心雨月的氣象 最近天氣變化比較大 提醒民眾一定要注意溫差變化 以上今天宜蘭新聞 我是劉耀珍 感謝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頭一時間再會 喂 你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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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什麼啊 自己就這樣嗨啊 這種狗怎麼這麼自嗨啊 好好笑 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叫什麼名字啊 小火 沒有講話 很酷 你叫什麼 你把這個肉吃一口 要快要吃一口 燙過那麼既還有一口